第一階段開始漏收樓後 當時看到有個香港業主 買了三套八十九磅 都會看到位置 如果位置不好 交通不方便 難道每天我拿多一點錢 打車 你用一個時間長一點 去衡量樓的升值 或者到時候 你差不多六十了 六十五去休 你有個地方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Andy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波羅 阿哥 最近為何叫你 經常拍這麼多租盤 你才拍這麼少 好像也有多少人租樓 這段時間應該這樣說 應該說從7月31日 那月底街景行程收樓後 當時看到有個香港業主 買了三套八十九磅 新樓 不是我們買的 那些豪客去哪 那些客戶是那個 我是玩街景行程的內部 我銷售 他告訴我消息 我說 還沒收樓 收樓半個月前 他跟我說 我要客戶上一些新樓 他說 我有個業主 有三套樓 他專門買回來投資 當時 我所知道一收回來 放出去一天兩天 其實很多香港客戶 應該是這種心態 叫做 我買大灣區 怕買錯 租一整本可能會低 那他先租樓 因為香港租樓 叫做 我要這間樓更新的 最好就是 新的家具 有時貴的幾百元 其實他沒有所謂 即是沒有人住過 是 這種樓最好 剛好要收樓 一收回來 那些樓 一天兩天 就租出去 而且價格 沒有怎樣談 也不談 放三千六元 談一下 三千五元這樣租 街景空姐 街景空姐 十九方 八九方 三房 兩個洗手間 配齊家私家電 三千五元 三千六元 整交價三千五元 我們這間三千八元不是很划算嗎 但這種職數現在租不到 即是沒有放出來租 現在沒有 即是街景 羽豐明門 邱月城都很好租 現在邱月城 全新的又沒有 像羽豐明門前博時間 有一間電影 現場銷售自己的樓 說十九方的 放的價格是三千五元 但最後整間價格是多少呢 三千二元 已經出租過一次 因為它可以收拾 即是乾淨整潔些 配套的家私家 可能靚一點點 所以靚一點點 如果租樓 就算是價位 你距幾個水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 看上舒服 便容易出租 其實現在你覺得租樓 你做得比較多 業主的話 對租客一般有甚麼要求 其實業主有些會避免 叫不允許養寵物 這個一種 因為養寵物這些 因為我是廣州都流出租過 我知道 養了寵物之後 後期如果你搞衛生 跟你說 那些 有可能去那些 露台 有些 狗仔有些毛毛 是不是 或者狗仔小便 那些 人家說小便的污漬 有時候可能是 有密度 或者洗不乾淨 有些是 如果是你新的沙發 如果是你新的沙發 你說它未弄壞 又會撿你一些巴掩 在旁邊 如果是貓貓 會弄得沙發的邊邊位 會走那種的 也有的 遇到這種客戶 各個業主可能會煩一點 因為有時候自己 又不在這邊 又看不到 補充一下 有時候有些業主 就不喜歡租給那些 太長者的老人家 這個也有 不怕到時候 煽親 別親 好就說 甚麼事不好 到時候 住屋 八年歸佬 不知算是誰的 數 這些 很多人說 為甚麼租樓 有時候會看你身份證 大概知道多少歲數 大概幾個人 住 因為一間樓 如果改業一百方左右 你住三個人 住六個人 你使用的任何物品的評論 又不一樣 所以那些叫做 到時你的家具家電 保養得好不好 用一段 肯定舊少少少 沒有辦法 還有那些業主 比較介意 租給別人做違法行為 或者是有些不正經的租客 有些是不味 還有那些是不喜歡租給那些 叫做員工宿舍 是 員工宿舍那些肯定搭亂 有些好像這間屋 放在鎖架床 可以住二十個人 這間屋 以前是廣州試過 人家說租一間樓 六十四方樓梯樓 兩房 客廳住了 住了十幾二十個人 但那些是搞甚麼 我們國內的叫做傳銷 以前都試過 搞傳銷 那些是違法的不對 所以那些人 人家在樓上樓 知道後 人家投訴 有些物業想放出去租 我們先幫你假禁 如果你自己去租 不是不好 你不要節省半個月中介費 到時候 如果你節省的話 可能隨時沒有人幫你假禁 有甚麼問題的話 是很麻煩的 是 所以這就是一般業主 對租客的要求 而且一定要按時交租 這邊就是 兩個月按金 一個月租金 首次租的時候 就給半個月佣金 成租方也是 出租方 業主也是 一人半個月的收費 大概是租屋的情況 大概是租屋的情況 好像租屋的情況下 肯定有些租方 即是成租方 他們對屋有甚麼要求 會比較好租 其實你成租方 他一樣會去看現場 正常 看現場會看到 這些傢伙家電 是怎樣的 即有時擺設得好不好 即人呢 其實不理你去買樓 還是租樓 其實第一眼進去 有這間樓 你覺得舒不舒服 如果你擺設得好看 整齊些 肯定人的感覺 進去這間樓很舒服 或者有些人說 我們叫露台朝向好些 一進去 有風吹 通透對樓舒服 肯定說 進去這間樓舒服 我肯定租這裏 住一舒服 精神爽些 玩錢都勤力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你租樓 你都會看看位置 如果你位置不好 你交通不方便 難道每天我拿多少錢 打車 交通這些位置 即是地段 還有物業管理 如果有些物業管理 你回院又不好 或者保安又不盡責 隨便入入出出 說多一句 安不安全 這是最重要的 好像遙遙的物業 車庫的物業是水浸的 坦州好像可以看到 小區 有一個舊的二手 中澳利湖居 比較舊 十幾二十年樓齡的地區 以前應該做到 地勢低些 車庫 現在很多車庫 不是會高些 地幅低車庫 但路面會高些 但以前不是 很多車庫 平住路面去租 舊小區 便水浸 所以租戶都會選擇 小區管理質素 還有沒有其他 還有 假如你是業主 你想租出去 其實人家租客 為何會租這間樓 現在我們很多港人朋友 上來租樓 為何會租 他說 有時你買一間樓 可能都要去到 一百萬 兩百萬 甚至更多 但如果你說租的話 大佬 整本幾單 我遇到租一年 有些人說 最多是五萬元 整本 住一間市 感覺一下 這邊的生活氛圍 好不好 好的話 我債買 他是這種心態 所以有時 你只要家具 家具 擺得漂亮些 新正 新正 好些 甚麼都做好些 大家又好聊天 他拘了幾個水 他說 我租這間樓 住一年 我又可以一邊住一邊買樓 那你現在在幫業主 構思做租客世界 又不是說幫業主 如果你是業主 你的家具家具不夠英俊 你覺得租客會不會租你 說真的 自己去租樓 不要說很豪 先說很豪 豪是豪的價錢 如果像乾淨棋禮 即是連包裝盒 那些紙皮都未撕的情況 那種樓是特別受歡迎 床墊也沒有人睡過 馬桶也沒有人摸過尿 那些實店 有些人租客最喜歡 如果有這種樓 你通知我 有時候 遠遠地 即時微信 轉成現金 轉賣成現金 即時約時間上樓 一看樓就租這間樓 就是這樣租的 明白 這種樓宇是租客比較喜歡租的 想問一下 如果有些買家 你怎樣好 頭兩百萬左右 在香港有些租價很多 都去到八千一萬 但在大陸 頭兩百萬左右 好像嘉義康城這些樓 可能租過四千多元左右 你怎樣看這些事情 還能否投資 大陸的樓 我覺得大陸的樓 如果你在香港 兩百萬左右 那樓一定很舊 肯定很舊 如果你樓很舊 你說樓也有壽命 即是樓嶺這些 但在大灣區買樓 是全新的 新的樓 如果你租出去 租了十幾二十年 租金我們有時候 都會漲少少 有時候一年漲5%左右 不要說多少 有些如果租客好 都不漲租金 你準時交租 保養很多樓都可以 所以我們叫做 至少你保值才行 保值 保值之後 租金準時 香港那邊 怎樣看 買大陸的樓 還有沒有投資 我是這樣看的 這個故事 首先要從 之前有個客人給我們一些靈感 因為他 知道現在樓價 說得很低 近期來說 又說息 又說基準點 首富又再說 等等的利好政策 買家大概是50歲左右 高不成低不就 又未到退休 又未到退休 但現在樓價又低 解決到這個問題 樓現在買不買得過 其實大家都會權衡這個事情 其實他買回一間樓 他現在在乳豐名門 剛吃完飯的業主 幾樓就不說 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第一個 樓不要以股票來說 今天升10% 明天跌10% 沒有這樣的計談 你用一個時間長一點 去衡量樓的升值 或者到時候 到時候 你差不多60 退休 65退休 你有個地方 其實這個租客 我的飛哥總結得很前面 這個業主 就是9月19日收樓 9月19日 轉身司 這18日是19日收樓 然後又收樓 因為我們是一條龍服務 帶業主去收樓 買甚麼傢俬 然後又買甚麼開通煤氣 煙氣 這些 我們公司全部 和我們買樓的一條龍義務 帶你去辦這些事情 辦完之後大概是22日左右 你便有個客戶租 其實客戶應該怎樣說 第一個客戶 我想問一下 有這麼巧合租這套樓 這些樓都是真的這麼受歡迎 應該說是真的受歡迎 真的受歡迎 放出來 還未完全 夠不夠24小時 不夠24小時便有人問 一般人的生命 不夠24小時便會釘柴 這套樓不夠24小時便會釘柴 這個應該叫先氣知道消息 知道消息 其實這個客戶 我覺得和業主很有緣分 緣分 租樓客戶也有緣分 我和同事了解回來的 我放上去這間房間 他當時說有客戶想租 我去的時候拍了一個圖片給他 那個同事可能不太忙 他就先微罰給客戶 他沒法 那OK 因為我們做二手這裡 我們有自己的網絡系統 發了上去之後 另外一個同事就排到前面去了 即是說客戶就看到了 那間住的外頻道 看到了 看了之後一點 玩到我另外一個同事 另外一個同事 即時就帶他去 第二天就帶他去看樓 就看一間樓 他就說我喜歡這間樓 什麼都沒有 但我說 因為我們的品資客戶 買樓 我們見過之後很好談 他說會配齊這些東西 其實當時那個客戶 他沒有說什麼價錢 但我同事問了一句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點 我覺得大家都有意思 便宜一塊水 他說都可以 最主要是叫業主 搞好少少 配好少少 意思 因為等於 搞好少少 配好少少 那加私電器 加私電器 我當時租客租樓之前 打開了手機 我問你看這圖片大概怎樣 這圖片 加私圖片 我們是做這行出身 我知道去到哪個地方拿些貨 真的便宜一點 真的便宜一點 所以你配這些 這些都可以 挺好的 所以我們便宜一點 所以我便宜一點 大概便宜一點 看一圖片 Andy老爸是賣傢俬的 我哥哥每年過去 他很熟悉駕布 幫我爸爸做很多生意 當然 在鄉下 說真的賺不到甚麼錢 沒有辦法 所以他下來賺錢 所以 駕布可否貼相給觀眾看 可以 多些生意 沒有辦法 玩吃艱難 多些生意 玩些大波羅馬 傢俬也可以 報紙 那間屋 但我們補唱沒問題 因為之前我也有拍過 不過之前那片 剛做拍得不太好 剛做拍得不太好 你給各位觀眾看 說真的 便宜的傢俬有便宜的傢俬 原木有八千九百九十九一套 Andy鄉下有七千元一套 芝華氏有兩萬元一套 即是三房兩廳一位或四房 大概是這樣的數 即是黨賜參差不齊 所以我們也會幫你賠 所以也會拿到團購價 當然我們也有少少錢賺 這些是說真的 做那麼辛苦賺甚麼 那些是賺不到的 那些是賺不到的 那你未做孤雷 那我們賺個房子做孤雷 沒有所謂 我覺得那個老闆 那老闆白費五個水 有錢荔煤 馬荔煤荔煤的話 其實我算住荔煤 上有錢太多3百元 老闆白費五個水 即是要兩百元 都算有點良心 老闆也很好談 他也幫他做推廣 因為他就不知道我們做這種 我们叫Youtube这些网络 他不懂得 明白 分享到这里买傢俱 总之你要买的 便宜还是贵 你又加我哥哥微信大波罗 我不太懂 你又加我哥哥大波罗的WhatsApp 或微信 看看能否帮到你手 便宜便宜玩 贵便宜玩 刚刚说到 业主叫你去一条笼买傢俱 去做 时间上 从收楼 19号 当成22号放出来不够 24公斤便租了 则的话 租赁的时间真的很败取 亦不是被观众质疑 有没有人租的 是否鬼城 好不好住的 说真的 雨丰鸣门 住到接近五成的香港人都有 其实现在 如果说到租联市场 像坦州这里说一下 有乡格礼 雨丰鸣门 街健康城 其实这三个小区 是比较多些人租的 大家都知道 要不要来商业近 要不要来商业 确实是够英俊 环境发现舒服 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热点小区 热点小区 热点小区的意思是 社区多人找 所以 坦州标杆 先看这几个楼盘 买 看云 便会大概知道 吃得太饱了 刚才那个业主觉得我们做得到事 请我们去 洪兄郎庄吃饭 我吃得很饱 本来打算和他一起拍片 记录一下我们的友谊 存在 他说 因为很年轻 他说太英俊 怕别人吃得他 就只有我们两兄弟在这里 其实我们的粉丝客户 叫做业主 其实也挺好 跟我们整个人都看到 客户也挺好 客户前前也有关注过我们频道 当时我见到客户 他说租客就是业主 现在要说租客业主 你说客户全部都是我们的客户 说回租客 我跟租客说 其实我们是做香港频道的 我说你搜索一下 他说原来我也点过小钟 我说这间楼我们今天刚刚拍了视频 我说还未来得及去展触 我说你便看照片 他说是呀 我去看这间楼 看到一小钟 就看一间楼 我就喜欢这间楼 所以我说 我说 后面再谈谈谈 他说就知道 他玩了一个同事 待会那个同事没怎么理解 他就玩了另外一个同事 后面其实后程 我是跟进 虽然玩钱不是很多 但我觉得服务号我们 我们本来是服务好业主 为何他会认为回租房 因为我们陆陆陆陆陆 接触过很多 港人回来租房 我收回的资料 其实很多人觉得 到时买了这裏 买了这裏 不知道习不习惯 又怕到时候不习惯怎么办 现在又流价又跌 坐了艇在上面 又卖又卖不到 租又租不到 就是我收到的 所以 会回来想租房子 试一试 不知道你的租客是怎样想法的 我的租客是这样的 想不想买楼 是想买楼的 昨天我已经大多看过 SR楼 因为确可能玩的之前的同事 可能对市场 没那么全面 对港人的习惯 又没那么了解 不够屁忽顺 他又没带他去看 其实客户说 三四个月前 跟着其他销售 大约看过这边楼 但看过之后 他觉得 现在他也有点压力 他要送仔去美国读书 他说 我现在 因为个人人事 我没有问得很诚勢 他又没有工作 他说 我现在都差不多等于退休 他老婆没有工作 但肯定是做生意出身的 现在就没有工作 他说 现在儿子去美国读书 四十万 不知道是一年还是半年 我就不知道 就是人民币 儿子要读书 四十万 应该现在是中三 听他说 如果全员要读七年左右 他说 现在我是先租住这间楼 先租好之后 你应该现在九月 十月份左右 要去读书了 读完书之后 债回来 债来玩牛 看看哪里会好些 因为可能 他之前接触的销售 其实说到我们这一行 如果你不够全面 可能我解决了 我只知道中三 我不知道珠海 我又不知道中三更大小小面积 或者去到 我们叫的大湾区 深进广州 这些市场有些人不了解 你叫人买哪里 原来真是 给你一个机会 你自己做了多久 我现在一二年到现在 就等于十二年有多了 十二年有多 我们最早就叫广州 广州驻责 那时候你做就知道 广州可能就未走出潘域 当走出潘域的时候 就到中山 中山之后 是因为深中通道 去到深圳 去到深圳之后 等会因为中山行求 又回来潘域的时候 就做佛山 佛山之后还卖过去清远 清远 后期的老闆是因为 可能野心大 搞清远的 去搞开拔楼盘 不是在恒大搞死的吗 老闆其实那时候都 虚了一笔 不是说搞死 只是说虚了一笔 又回来又继续 我都跟着住宅蟹潘域 又回来中山 又回来中山 你稍微稍微 就是说你去了很多地方很熟 大湾区确实是熟的 我们也熟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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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东莞也去买过 那你汇州 去玩过几次 大概这些市场 都知道了 所以 说真的 你找看楼 虽然我们这一辑是说租赢屋 租赢屋的事情 其实更加多是觉得 我们做得久 还有公司是有一条农服务 第三个 我们从来都不会嫌碰一些丢势 或者是赚不到什么钱 其实找得我们 大家是网上认识 是一个缘分 只要不会大家很过分要求 我们帮得到我们都尽量帮 何况有些钱赚我们就做 现在市场找食不容易 那天才跟粉丝聊天 说香港生意很难做 我们也保住金三态 晨天割下雨柴 做得到多少是多少 结析多些朋友 否则不然 到时你又有朋友要买楼 亲自买楼 一样去介绍给我们 所以 真的赚不到什么钱 哪怕是我们这些 车出车入也好 不赚什么钱 但是 希望只有一天做到朋友 可以帮你买到安心水楼 这些就是我们的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诚信行线 因为我们是做口碑 以前是住宅 广州欢愉祈福新村 本来是做一个大小区 所以都是做口碑 我们做管这种生意 没错 所以你们的 即是港人生活各方面 我们都非常熟悉 说到那个 不要踩别人的消息 大家都是消息 他们不是很熟 然后呢 因为我们做二手平台 我们是叫做合作共赢 即是他做不到 按我去帮忙 我帮忙其实他赚钱多过我 我帮忙 可能有机会 后期他帮我销 假如我有其他业主放租 或者放买 他帮我销 可能有时候我赚多他赚少 首先是大家的心态 即是合作共赢心态 所以我们就叫互相帮忙 都挺好给力的 等于后期配一些东西 我说我玩到一间档口 刺家司就对比了佛山 后面就回到坦州 这边对比刺家司 制造了仓廉 仓廉我设了一间布隔 他设了一间布隔 两间综合布隔之后 看看哪间同样材料 哪间布隔便宜一点 做得好一点 因为都有接触过的 对比了屋价钱 我叫价优先借也行 质量一定要过得去 这是前提 这样就选择 帮手选择东西 帮租客也好 买家也好 就是这样做 做二手是繁琐一点 但我们说繁琐 你在附近不会耗太多时间 有时间去做事 因为做一手 你知道东崩西跑 崩的时间会多 赚钱会多一点 但会比较辛苦 一手 二手就随时有时间去帮忙 去做事 明白 其实说真的 听飞歌的话 这张租单是四千多元左右 到他手应该是千多元左右 我没有千多元 他提成不给到六十多元左右 应该是六九岁左右 六九岁左右 说真的不赚什么钱 但也旁发了几天 我们做事是贫良心去做的 所以各位观众 找我们买楼也好 租楼也好 即管放心交给我们 帮你做得起起来来 说到这里 有什么漂亮的投资 值得租的 介绍给观众 投资是吗 一手也好 你先收一下 如果你看看怎样 假如你想长期收拾鸡蛋 就有次坦州附近公馆 有拍过片 放几条片 放上去 你大概说说是否吸引 公寓仔 激情少许 不激情少许 不激情少许 你怎会把别人买 我觉得这些赚钱 你说相对香港 可能他也不太高 但在大湾区里说 我觉得应该说 地段OK 租金OK 即是回报率也挺OK 如果像一个附近公馆的公寓仔 二十七帮斗 总价是二十四万 我预计你搞定手续下来 应该二十二五万 二十五万多一点 搞得好 租出去可以租1200到1500之间 现在已经叫做正装 等于我看到还有一个洗衣鸡 现在只需要配床位 自己住也很好 但单间我们没有住这么小的房子 等于三百尺的大单间 买回来玩一下也好 如果在香港那边买回来有间屋住 买回来住住 或者交给人家做做民宿 这些回报率也等于是1200五个点 五个点六个点左右 不过赚的不是很多 总价单是更高的 说真的 大有大玩 小有小玩 不投那么多 投少少 试一试 那里叫做附近公馆 这条片给各位观众 有需要就是拿来看看 参考 实际上做生意是平良心的 我们也会乘须先 希望给到好的服务 还有好的资源给各位观众 有兄弟 我父母见过老老实实 我们有兄弟老老实实 所以需要买楼或租楼 建议我们 希望帮到各位观众 一定帮到 要不一定帮到 那我们先洗个拜 拜拜 拜拜 啊